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秒53公尺对台湾威胁加大 目前距离台湾2000多公里 但这段时间因为环境风切小 海温高 尽管已经是墙台 但强度还会持续增加 在未来一段过程中会增强 会增强 尤其到这一段区域 这边的海水环境 或是这个大气的环境非常适合 还非常明显的增强 西上局域估15号山竹最接近台湾 暴风圈内的危险扮远区要特别注意 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势明显 13号礼拜四台风怎么走 偏北偏南是关键 由于现在新的模式显示起来 是比原来的电脑模拟有稍微往南修一点 所以因为离台湾最近的一段时间 还有三天四天左右 所以还是继续守势吧 气象局则表示11号山竹看似路径偏南 可能会被旅宋岛地形破坏 也预估这一次山竹强度可能超过燕子台风 燕子台风重创日本连机场都被毁损 暂时关闭 气象局预估山竹台风 暴风半径有可能会比燕子还要大 有机会成为西太平洋最强台风 防台措施不可轻忽 三连新闻曾建勋 陈友荣台北报导